神装卡娃 发新荣耀 帝快手霍斗鱼 参与赛事占领鲁班7号头号选手星园部件 2023春季赛事占领专属回程 播报头像框等你来拿 那么本场比赛几年阿达布侠对战北京微博 那其实在今天大家看到首发之后 多多少少对于阿达布侠的首发 可能会有些不同的理解 实际上是这样的 如果你那场比赛只看了战报 也没有看全凯的采访 你觉得会不理解 但是那一盘但凡你看过整场 包括一定要结合选凯那个赛后采访去看的话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比赛 实际上是这个轮换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觉得你也没办法评估吧 就效应上的时候 其实两场都输了 但是你换了陈锋之后 确实他上的两场都赢了 你不管他怎么赢的 但他都赢了 就是你没办法去说 但是他确实是上场之后 整个的那个打架的一个强度是上来了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就陈锋上场 我觉得还是要去调一下S组现在一个情况 就是自从第三轮老干爹来到S组之后 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 每个队伍的对抗等级 都直接往上拉一个强度 是的 因为你发现你跟老干爹打你对抗拉不起来 他前期要滚死你 然后所有队伍都在往上拉对抗强度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导致现在 以前我们说S组 看S组看运营 看AB组看打架 现在S组反而是打得最凶的 越厉害的队伍打得越凶 其实你要想一想你运营的时候其实也要结架 对 比如说我在运营的过程中 你突然过来跟我打架 我跟不跟你打 我不跟你打那我运营不了了 是的 这就有问题 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都进化成我要跟你去进行一个打架上的升级 对 我打得过你我才有资格去运营 对我运营的时候我有优势 你凭什么过来看我一眼 是 他就会上去打 所以说现在就是换陈锋来讲的话 陈锋那两场我也看了 实际上他在技能的释放上 我们客观来讲就是打得很凶 但是实际上他更多是围绕自己小节奏 他不会把技能留在大节奏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有利有弊 他打得很凶就可以带领队伍去对抗 但是相反的如果他那波技能交空了交失误了 意味着在S组这么着重运营的这么一个组别 你在大节奏点上你是没有关键技能的 对 所以说但是对于RW来讲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你打像北京微博也好 打狼队也好 这种现在S组拍名靠前又强的队伍来讲的话 你不对抗很容易被别人滚死 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队伍 他在这个赛季或者这个阶段 每一轮的目标都是不同的 对 那你对于几人RW侠来说 你说我说对他们如果说要冲这个胜者组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压力太大 其实现在我觉得整体的局面 就是通过上一次的轮换能发现 他们需要去调配一个对于季后赛的最优解 他们跟第二轮的目标已经不一样了 是的 他们第二轮就是以练为主 我的目标是六边行战士 我不在乎中间的输赢 对吧 这是RW在第二轮给我们的感觉 但是在第三轮马上临近季后赛了 他需要保证队伍有更好的状态 更好的对抗等级去迎接后面 你像他们的这个组别很有可能是一个败者组守门员 是 就是输一场就没有 他要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把就是怎么去打明确一下吧 就是他们我觉得这个队伍啊 他们还是要依赖他的双C 对 小叶和花云去打 就是你不管怎么去打 你不可能说我依赖就是子萱的一个边路的一个发挥去打 或者说我依赖陈锋的一个中路打到胸去打 这些都不现实 你要怎么打 你就是围绕小叶 就是围绕花云去打 花云的一个后期 然后小叶的一个拿到野核的一个强势器去打 就你不要去想那些就是 比如说我中路怎么起节奏 边路怎么起节奏 你就想好这两个人怎么舒服了 这把就好打 他们的更多的作用是帮这两个CV 拖到他们的强势器 是的 这是就是RW在前中期通过就过度 要寻求自己双C的一个成型 对于他们今天的对手北京微博来讲 其实在这轮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 牛总监的演讲 今天是第三集 从这个演讲 这一趴出现之后 好像北京微博的这个状态和局内的打法 都有比较大的变化 就包括尤其他们牛总监演讲 第一集就是打杭州LGB大鹅 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一个状态 还是我们还是 就虽然今天没有鹅的比赛 但是我们今天就一定会聊到鹅 就是因为你当这个大鹅 这个打架的风潮 这个对抗的风潮 来到S组之后 所有的队伍避免不了要跟他对抗 所以说现在就整个就席卷到S组了 就其实我觉得 就北京微博之前 他其实在第二轮末段的时候 其实经历了一个低谷期的 对的 他其实有一个点 就是他不太敢打 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他不敢打 不敢操作 然后到其实你可以发现 他那个演讲之后 每个人就开始就把放开了 你跟我操作 那我就给你操作 对 而且就是对抗升级了之后 你会发现之前北京微博 可能面临到了一些慢热的问题 就完美的解决 包括乔西这个点 乔西这个点 他一直是以操作而出名的 所以说他前面几场上 花楼 你看会给他选一些很凶的英雄 哪怕马可孙命这种英雄 都给他选出来 但是他依然打出来很好效果 那随着选手的一个状态的增长 随着他的一个状态越来越好 经济状态越来越好 可能我们前面就是打的是纯对抗 但是现在可能 当我就是状态好了 我可以去加一些新东西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 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现在状态正好 首先他们的核心观点 我觉得首先要连续这个连胜 这是第一目标 第二就是能在延续连胜的同时 加一点点新东西就好了 是 我觉得这是他们第二目标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每个队伍 每一阶段 每一轮的目标都是不同的 在此时此刻 对于北京微博 需要往前 需要往季后赛去看一看 他们现在肯定第一目标 还是借一下这场 稳住胜者组这个名额在说 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考虑 进去的一个方向吧 好了本场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时间交给 自己说起 没声音 北京微博推荐到北京微博 这场比赛也是一样啊 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如果他能够赢下比赛 那他就会到达三分 三分的话 那就会锁定第二个胜者组的席位 而如果济南RW霞获胜的话 那济南RW霞就是两胜 两副济南RW霞后续还会有一场比赛 是跟武汉EstaPro打 而北京微博后续还有一场比赛呢 是要跟重庆狼队打 那谁能够拿到三分谁究竟 是的 所以这场对于两支队伍来说 都非常的关键 对 今天呢 起南RW霞在中路位置做出了轮换 在上一场比赛0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 换上了陈锋 打了三局 赢了两局 把队伍的比分搬到了2比2 进到了决胜局 是 所以在选改教练来看的话 陈锋是进攻属性更加凶猛的一个选手 所以今天应该会跟北京微博 在前中期的碰撞会比较狠 而且刚刚评论时有点到的是 临近到常规赛第三轮的末尾了 你现在要的是稳定的状态进入季后赛 对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人类轮换 这个对于几男RW霞 这队伍以及支持他们的人来说 多少会心里 有点担心 对 担心的 这时候就看几男RW霞第一选 一上来给小叶选择了露娜 而在班位上是搬掉了 不足火舞加上肉凯 就是B搬掉了大乔和什么东西 给你队的出拿了一手纳克露露 对 紫阳的纳克露露在上一场 上一场他们对阵到老干爹的时候 就是在边路主动找机会 对 在前期的时候就打出优势来了 这把纳克露露 现在联赛里面还是非常多的选手 在打野位置利用纳克露露来对抗露娜这个点的 好像只有这个队位会考虑去出 而且会相对好打一点 对 因为纳克露露这个版本出场率其实不算多 而且胜率也不算高嘛 是的 好 父子组合 然后蓝力王来卡你的父子组合 还是很有想法的 因为这个点如果你前三手不出 一般队伍啊 如果他真的怕后手就给你办了 是的 后续都会给你颁掉蓝力王加一些冲脸的英雄 或者说是颁个萌样 来保一下下路的对线 是 北京微博这边直接把白丽手给给颁掉 能够放眼 而且可以跟露娜作为一个组合体系 没错 陈锋呢在这个赛季 在中路的位置上 目前给我们展现的四个中路英雄 是四次MVP 是的 而且李元芳在下路如果你鲁班大师对于这个自己的儿子不管的话 他是具备的单杀能力的 确实 但是应该是不会不管 啊 这局应该是不离不弃 对 哈哈哈哈 没错 跟他的名字一样啊 而且锦南2W霞他的打法风格是有走位会绑定射手 是 因为就是要围绕他这个点把他这个点打开了之后才能保证中后期 呃 锦南2W霞对于版本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点他们做的一直都挺好 是的 好 能批杀 两位打野选手的对比 微博这一局的阵容就是我们看似有 纳克鲁鲁像干江这样子后期的英雄 但是前中期的伤害不低 三手都是爆发 对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在打野和发育路上的一个对局啊 因为北京微博也好 锦南2W霞也好 他们的打野位的MVP次数都是在队伍里面最多的 暖阳更是目前来到了MVP榜的榜一 对 12次的MVP 而且呃 从上一周的表现来看北京微博是拿到了周最佳阵容 五人组全上 然后最佳选手是暖阳 因为上周北京微博的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 S组两场全胜 对 两个三比一 花鲁也说了 回来了 对 都回来了 然后花鲁教练和玄凯教练 他们的握手非常的用力啊 啊 就教练也要过过招 咬牙切齿是吧 是 全在全肩啊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嗯 锦南2W霞呢在后续的位置也补了开团了啊 两大开团一个猪八戒一个异星 在正面打四一上强度还是非常高的 对 露娜在单代的过程当中只要经济不被暖阳 就是小叶这个点不被暖阳拉得太开 或者说是有个500的差距我觉得都能接受 因为毕竟英雄在这里摆着 但他单代要担心的一个点就是这一句北京微博的心语 他的蓝猎王如果去反蹲 他还有点威胁 没错 所以在这点上小叶只要注意好正面四打四的强度 我认为还是RW霞更高一些 对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要 就是千万不能小觑花卷的这首干架木野 啊 他的准头如果前期手感好的话 到了中期 你前期一直打架 他被动叠上来你就很危险了 对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本场比赛是济南RW霞的主场 蓝色方是济南RW霞 红色方是北京微博 我是平泽 我是老王 是平泽 请坐红准备 全军出击 进大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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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北京微博 加油 北京微博 加油 来 中路抢线 再打一波消耗 星宇上来先往发育路去了 就两边都是做了一个换线嘛 直接避闪 不知道是为了避线而撞到一起的还是怎么说 RW这边的换线应该是主动来抓你 是来抓对线的 对 但是乔西确实是不想打鲁班父子这个组合 他肯定是想的是我在对抗路啊 我升到四级 我到下路来再去跟你打 至少还能够稳定清线 要不然如果被你卡了 蓝练王不过来 他一个人很难受 对 所以也可以看到星宇一直在频繁的往上跑 总的来说的话 如果不换线 北京微博就是上下两线裂 对 只有中路一个线优 中路还只能是5-5开 因为一星抢完线之后跟你支援的速度差不多 没错 当然换了线了 现在也是两线裂 因为锦囊RW抓线抓成功了 对 已经预判了一下 小叶的鸣文 星野红月跟狩猎 不变 所有的露娜都是32的攻速 对 但这波转上的速度是慢了 上路线已经清完了 对 只要鲁班七号在塔下没什么风险就行了 因为他刚刚那波被逼出了闪现 所以他不敢往前走 对 看前期还得看北京微博 因为这局单看阵容只有北京微博稍微有点进攻的手段 啊 RW霞大部分是以反打为主了 他就是对线差 对 反打的话有异星有猪八戒 都具备着反打能力 是 这局就是看两边的对抗路什么时候起节奏吧 因为你要靠打野 我感觉打野还是刷一刷 哇 这蒙田有四直接往上一放 李渊芳再到下路来就变成了上下 尤其是上路了 鲁班七号这边就变成练势线了 对 李渊芳那边也到了四 也能够跟猪八戒玩一玩 对 猪八戒摸不到李渊芳 所以这波微博的一个换线还算比较及时 对 而RW霞这边追线了 就推了过来 但这样的话 你在线上的线权就会落后 猪八戒上路的线要比蒙田慢轻了 对 两边其实差不多都是曼琴 对 因为你换线的这个路程 时间也要算在内 现在花云手里是有闪的 所以乔西也不好开他 所以在EV1的过程当中 还是得心语的 蓝灵王过来帮忙逼个闪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 才比较好杀 否则被李渊芳容易闪现 拉出自己的大招 无间任风的范围 就是要让他有点危险 才能够起节奏 八戒 被盯到打了一波状态 感觉都打不太起来 又是换线 就是不想跟你对上 对 就不断的换线 不断的转线 因为只要对上了 北京卫博一定是逆风 对 那是被动的 但只要换成功了 锦南RW侠 这鲁班7号 就打不出效果了 因为蒙田的塔下 抗压能力是很强的 是 就是想要清线是没有问题的 这波好像看似是不想换了 花云一直在压 但是也就压了两波被动 这波应该是不换了 子萱到正面来 露娜去编带了 对 还是北京卫博对于中线的执着 要比锦南RW更高 看一下本局 本局比赛 狂人跟艾伦看好的是锦南RW 周深和伪装看好是北京卫博 上路直接动手 远方挂了层四层环 炸了一下小叶 小叶直接断大撤退了 而且他断大了 这一波状态也不是很好 看一下野区有没有想法 暖阳不在 要发育 应该不会去进野区 太危险了 对 在经济上小叶还是刷得更高一点 因为两边都很吃自己家对抗路来正面 如果不来的话没有前排 不太敢做太多的事情 两边都是如此 蓝猎王也就只能给个视野 美国蓝猎王包过去了 看有没有想法 标你一下 嗯 龙被北京卫博拿到 第一条暴击 但是北京卫博其实到了中期就要考虑开始起点节奏了 一定要出点节奏的 因为中期需要去把花卷这手干僵的被动尽可能叠一叠 嗯 越到后期打团 连一个复活时间三四十秒 几乎打不了什么团 没错 这波上路把线压进去 看露娜跟猪八戒往上赶来不来得及啊 这波如果来不及的话 下路也推不进去 上路要被李元芳扒个塔的话就亏了 怎么直接开大强行清兵啊 啊 就是怕背面来压下 但是RM这波上路是守住了 因为露娜已经赶到了 嗯 他就算是硬扛李元芳四环也没问题 没问题的 对 现在两边都是进入了一个循环节奏 就中路抢中 然后转边 能压就压压不了就发育 是的 但下路的这一波 现在看怎么大张应该是好不了啊 这波哪个露露跟蓝绫亡 你这看蓝绫亡也全部往下靠了 不知道RM有没有嗅觉 福气在河道位置去拦截 他就一直卡在这个位置 想要过来一定会被他看到 是的 除非定从野区绕 但你进野区绕的话 危险就更多了 啊 这波棋子探倒了 白子是能反眼反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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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对 打爆发的 找了机会就四剑给你秒了 这个时间点人鲁班7号 被这四剑扎到就没了 上路让小叶带了一波防御塔 一心 在陈锋之边做了一个斜防 而魏伯的话也同样的 镜像换了个一塔 都是打镜像 虽然看起来啊 七分半钟 表面是风平浪静 但是实际上是暗涛汹涌 你看魏伯的经济都已经慢慢的运营 两千左右了 对 互相在找一些小资源上的争夺 你翻我一个小椅 我推你一个防御塔 我拿两条龙 但是这么拖到后面的话 其实对于RW侠来讲 就是我只要保一个大射 而你是要想尽办法切我的大射 对 就不打架 反而花云很开心啊 花云这个点就 他没有什么危险嘛 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钱 打个什么 现在已经两件套了 等个三件套的话 正面的 他的一个伤害是够的 是 但是花卷这边虽然说 也可以靠装备支撑 就是他少了被动 找了被动铁的层数 嗯 蒙田开了个大招 但没打起来 但我可以这么讲啊 8分钟 一个蒙田打了5000块 就他一直在守塔 没到正面来 虽然说你的鲁班旗号很肥 但是我这个蒙田也很肥啊 对 紫萱是很早地放线到正面 帮异星开视野 是的 然后露娜在边路补 所以这局可以看到 露娜的经济也比 纳克露露要高 没错 而李元芳虽然说 没怎么吃发一路的钱 但发一路的钱也没浪费 紫萌都吃到了 而且都补到刀了 对 他把线一直卡在外面 没没塔吃 对 他一开始还在上路 吃了一些钱 嗯 但这局就是 两边其实都有自己的 经济分配的理由 但这局你可以看到 紫萱的经济就没有那么高 但一伙可能就是一个隐患 对 就可能赶紧给他一个两标 他就要倒了 小一的经济高 7000 哎 这波紫萌的状态有点残了 啊 这波露娜飘进去 直接动手 一血到手 但自己还有大的 一技能再飘上去 二技能再吸一下 还能再飘 继续飞一波 在塔下 段大出来 二技能吸一个盾 猪八级上去 二技能勾回来 但是李元芳直接标 挂到了小一的 小一把他炸死了 这波乘风也没办法 被乱阳赶过来 之后逐个击杀 猪八剑一技能 就要再来一个 二技能顶到墙上 大口路回头 直接拨 甘家莫言花卷 跟上两剑 收下猪八剑 拿到双杀 打了一波三换四 猪八剑刚刚是可以点链子走的 但是为了多踩一段一 链子断了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而且这波 你看微博 虽然说射手也倒了 但是他另外两个核心点都在 而且甘家是跌倒被动的 没错 花卷这一波团战 两个击杀 可以说RW下一开始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后续追击 追击团打得有点没必要了 其实是追散了 就是赚了就够了 对 你赶紧抱起来 去拿一个资源 甚至是反野 或者推塔都是赚的 小叶这波飞进去 确实是很漂亮 但是飞了很远 太远之后 队友是没办法跟他接他的 想接他的时候 就深入了北京微博的野区 就被暖阳和花卷赶过来之后 击杀掉了 没错 就要不然不打 一打就是打一波大团 对 打完这波大团之后 经济也都拉得非常多了 接近快4000了 10分钟的暗影暴君 RW下根本看都看不了 这条龙被北京微博拿到之后 RW下也就暂时不敢接团了 是 花云这手鲁班7号的经济还行 但是不算特别的高 他至少有三件套 能够正面去打个团 对 5点伤害 RW跟微博现在都是抱着武林 在半图线 但是刚刚的微博是拿了龙之后 转上龙还可以再拿一条龙 对 来回看这波 反正是在家里打蓝的 正面已经先打起来了 直播开了个大招 交了闪现还是倒 露娜这个点没有断大 对 但是吃了一点伤害 但是一直追一直追 看队友 其他的队友 在后面想跟 跟不上 结果碰到了李元芳之后 先转机或打李元芳 但是李元芳把一技能的标 挂到了残血撤退的露娜身上 然后紧接着 那和露娜跟过来 而且还有一个很伤的点 是在于RW下两头打 那边两个人去把李元芳给赶走 我觉得没有问题 甚至是击杀 但你看正面 太瘫 然后被杆将给收掉 一个鲁贵枪 是的 就你两头打架是有点瘫了 这波花军C的 很准 配合防御塔击杀 对 你这波 他等于是一个人 牵制了多个人 还完成了击杀 一个人牵制了两个 下路 暗影直径 蒙田开大 双龙一起来 让露娜这波飞进去 就挖着在前面顶着 看见墨爷 我觉得微博应该要打的 会稳一点 因为这局小夜的露娜 看起来手感不错 很容易被打翻盘 蒙田大招结束了 露娜这波飞进去 断大走 微博就是后排跟前排 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 是 然后旅元芳这个点 其实是不容易被露娜给飞到的 就我们单看阵容 我们都知道北京 微博的阵容 它的爆发非常高 后期也很强 但是现在对于 RWC来讲 就是不得不去拖一拖 我宁愿在高地塔前 用一手大刀去反打 是的 出去的话 风险太大了 刚刚前面的一波团 就是一星大招没矿到人嘛 哎 有效果没打出来 对的 然后还是贪 不贪的话就好了 嗯 至少在高地前 我可以防的是什么 蓝灵王这个点的作用 就他打高地团的时候 是真的效果不太好 没错 一般进场了就没 不过这赛季打RWC的风格就是 手法很硬啊 团战很猛 是很硬的 RWC现在想把视野挤出来 其实很危险啊 他挤出来也是要有目的 这个波是要为了这个火 感觉要不了 链子已经点了 蓝灵王直接拉进去 LUNA这波飘到蓝灵王身上 二姐能吸到两个人 一个大招直接收掉 蓝灵王 那很多扑进去之后 LUNA还是能扛的 但是蒙天这个顶 顶到了两个人 LUNA这波再继续往里飞 打到往外拉扯 这波旅游方 直接二姐能翻滚上去之后 挂一个标 他两位直接跟上两件 直接炸死猪八戒 远距离最远端的雌雄双卷 把子萱给收了 是 打了一波一换一 就是为了一个红码 打了一波团 对 这个红给就给了 因为你并不是刷龙嘛 对 是给了 但是星雨动手了 对 但是星雨倒了 但是他把花云的闪现 给换出来 我觉得是不算的 组班今后没闪 团战不好打 他这局比赛前期的拖啊 发育啊 也让星雨的蓝灵王 发育出了一个暗影战斧 然后后续 对 然后后续的话 也把碎锡锤补出来了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一波 就是二技能直接交闪 因为花云是点了链子过来的 对 那正面露娜的蓝量其实不太够 如果说够 我感觉她还可以再飘 对 而且侧面的干将没有人去威胁 那这个点给他们造成的伤害 和压力也会非常的大 没错 那么卫博又控了一条暗影暴君 现在外面的中立生物 就是就是阿拉伯侠不太好去抢 你看花云已经把气血做出来了 等着再补个苍穹 可能就可以去正面接团 是 这局比赛 就是前面八分钟互相发育的 你看阿拉伯侠的经济的一个分配 啊 就是主要就是双C 其他三个点都不需要钱 都没错没错 你可以看一下 子萱和陈锋两个人加起来的 仅仅是小叶的一个人 对 哈哈哈哈 特别的穷 啊 因为一个负责开团 一个负责扛伤 甚至也是兼备的开团 是的 微博这包开始卡线了 势必要拿路 拿下 下 拿到这个下路的高地啊 因为把暗影之丁又放在下路 嗯 嗯 摩天开大 这也电了 受不了 这我没什么办法 路纳现在伤害已经逐渐疲乏了 打C还稍微疼一点 但打前排确实只能挂一挂 挂一点血皮 嗯 鲁盘七号的藏雄出来了 现在外面也没有中立生武 更多的就是选择塔侠清兵 是 然后找机会开 这个时候北京微博上高地 肯定是要小心一点 他们现在不急 子墨没大不上高 对 子墨有大在往前压 就是慢慢磨 反正有视野的话 能磨一点 是 是 阵容出来的时候老王就讲了 RW这个阵容反打能力很强 对 在背靠高地的情况之下 那就更厉害了 只要跟异星那个英雄挂钩 异星 异星这个英雄真的先手能 后手也能 是 华云做出了 换了双鞋子啊 换了抵抗鞋 怕被开死 对 被控死 卫博的控制不多 但是 少进行 子萱的猪八戒走太靠前了 赶紧交一 我看子萱是想要二闪拉回来 结果距离短了 那个闪向往是失误了 是的是的 原地 就是 停了一下 对 但是在那个位置打还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下路高地没了 没错 你往后撤的位置 可能只能往中高 但那个位置离得有点远啊 如果真的打起来 鲁班信号都不太敢出 啊 猪八戒的二闪是 二技能的反方向交闪现 对 这样的话可以拉的距离远一点 的目标 比如说刚刚在他背后追击的人 就可以拉回去 对的 宝贱太大 乌娜这波飞进去 自己也被打了一波状态 但是兵是轻掉了 是 这个阵容倾线速度很快 然后只把野区乘以7 威博真的是状态 逐渐是回升了 因为他们现在跟以往打的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拿到了优势 不会着急 打得非常的稳 没错 但现在的经济差距很大 找了个机会 打了一波花云的状态 花云交出闪现 联盟之下 二斤的翻滚往前追 再来两剑 一个暴击 爆掉了紫萱的猪八戒 紫萱上一波把闪现给交了 这一波就是伏笔 对 但还是那个点 就是你真的要出去打吗 外面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你 你蓝半区有什么呀 蓝半区龙还有30秒才刷新 而且不是 重点是这个龙 对面有蓝灵王的情况下 这个龙真的不能看的呀 对 就RW你就抱着高地打 在高地才能打银团 你出去就会被绕好 萌田直接冲过去 交出闪现顶一下 点了个链子 这波路纳这波进场飘 直接先带走了新的蓝灵王 但这波花云也被带走了 路纳进去继续飞一下 把花卷的跟他们也给带走 但是自己空出了复活甲 站起来之后再被守 打碎了铭刀之后 这波再偏要断大手 但是一个铝方的普攻跟了过去 再点一下浮汽 浮汽赶紧闪现进到了泉水里 猪八街活了出来 看能不能守得住 下路有兵 中路也有兵 在中路的兵线没人可以拦了 浮汽直接冲去出过大招 想要拉被铝方的技能 拉断了链子 但大路直接回头反打 又是一个普攻跟上去 没有杀死 但是水晶可以破掉 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拿到第一局 源源不断的兵线 没有办法清 嗯 这个阵容还是看得出来 两个队伍啊 在前八分钟发育之后 嗯 北京微博这边的选手们的 这个团战的合作力 还是要更强一些的 是 然后体难而大北侠的话 他们尤其是在红区盾那一波 追击的过程当中 在中左草的那一波打散了 然后包括 贪了 对 然后包括在后续的几波团战上 此权是猪八戒站位靠前了 然后召唤师今天给交掉了 对的对的 这些问题还是要赶紧调整一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起 微博先拿一分 但是我们还是想先聊聊 几难RW下 就很离谱 就在我看来 中路那波团战其实很离谱 嗯 就其实可以看到小叶 其实已经一个人孤军深入 是杀掉了两个敌方两元大将了 然后就是我还是像 我开始说的那个 你不要想着你有多C有多C 你就伺候好两个C位就行了 你看那波 不气 非要带着鲁班七号去杀那个干将 结果鲁班七号死了 本来那波 小叶一波操作 把对面两个人杀了 这带个鲁班七号不随便打吗 然后猪八戒点个链子回来 对 就算你没打过吧 你猪八戒点个链子回来 也没事吧 已经打过了 你非想着去操作 那波正常来讲 打完应该四波 最后操作完 四波四打三 对 就是你想操作是好事 但有时候太自信 也不是好事 那波RW操作完 就五个人一起操作 最后只有一星和露娜 是在操作成功了 对 只有小叶一个人操作成功了 其他人 一星宽的那个还可以 对 宽的是还可以 但是其他人那个操作就有点 已经抽象了一开始 就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自信的表现 这个反而是压力给到了 因为就你我们还是延续了 玄凯身上 他就今天换成功 是希望队员打对抗的 对 但是因为压力导致 他们没有想好到底怎么对抗 他直接教练给我们说 我们今天要打凶一点 我们今天要对抗起来 然后就没有那种很理智的判断了 对 这个是能反映在那一波的 其实我是觉得你不管怎么对抗 你要知道自己这把 这个英雄拿出来你该干嘛 对 你鲁曼拉斯选出来 这把你冲上去之后 你的C位怎么办 你的C位跟你进去 那你想过后果吗 就跟第二季上牌 那个是一个局面 对 就是我觉得鲁曼拉斯 你老老实实的在后面给个链子 保着鲁曼旗号 推推塔 然后稳定打倒伤害 其实就OK了 对 我觉得其实有一把 非常大的一个反差的点 大家可以参考狼队 刚刚第四局的那套阵容的打法 那把一身的鲁大 他的选择 他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很灵性 他会给其他人链子 他不一定死跟着这个黄中 对吧 但是他是可以帮助队友去撤退 去打接应的 因为狼队和RW不一样 狼队他们状态很好 而且他们自己的心态 知道我很厉害 我很强 我也不急 没有那个心态 对 就是现在RW相爱的局内体现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只有 就包括异星跟露娜 是相对平和的一个点 对 鲁七是因为鲁大的一个关系 连带我们觉得 就有点不理智 是的 这其实 总而言之就是不理智 有很多的一些不理智的一个进攻的选择 和方式方法是错误的 本局NVP给到了花卷 干将 这把就是因为中路那波月塔 实际上露娜在左边红眼圈完成了收割 然后干将那波是把那个小组弹炸死了 然后之后的话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 我们熟悉的 还有我们联系上一把 就干将的一个poke节奏 你会发现干将这个火力 因为RW这种手短根本限制不住 你没办法 主要是你在最关键的节点是炸掉了 你后面干将就很舒服 想踩射也踩射 其实这把干将他踩射也实际有个视野压力的 你蓝绫王打到逆风或者军事的话 其实是没有用的 对 前面上蓝绫王他更多的还是想 我觉得就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陈锋在上一场表现的比较激进 然后如果这把陈锋继续激进的话 实际上会给蓝绫王机会 不过这把我认为陈锋打的是非常好的 是 他没有给到蓝绫王任何机会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会发现 中期没有任何人头爆发的时候 北京微博他们领先了2000经济 就是因为我有蓝绫王 我可以优先占据核道视野 我打三线的速度 我的短线速度比你快 这些东西是全部来自于小野 以及冰线的这么一个压制的优先权 然后滚出来的就仅此而已了 就实际上这把在那波团战爆发之前 我甚至觉得北京微博这个蓝绫王 快打到没有用了 但是那波打完中塔一破 蓝绫王站起来了 中塔一破 蓝绫王真的直接原地就起飞 其实你感觉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一些阵容 他要破高地是比较难的 再看一下这波团 这把小野的前置打的是真的好 因为到这没有给右边的分镜 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小野这波 然后这里借防御塔再过来一个盾 对就这个只能说难以理解吧 对然后这时候在左边出现了一个宁死不屈的猪八截 就假如说这波鲁伯纳斯带着鲁伯销不是冲这个干将 而是冲左边的鸟 其实又是另一种画面 对 想要就是大家都想就还是从这波就能看出来 RW他们现在都想C 那天下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来 兄弟们今天就注意尺度好吗 保持一样的尺度 对细节沟通 来吧 等会不会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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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没闪了 五万没闪 没事死了 死了 死了 哎 两无敌啊兄弟 三三三 五万俘美 鲁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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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主打死啦 老龍手要 手要! 戒廢 死了死了死了 單單一波 先進地打一波 int pay 刑 sehen 不然som 會卡線的 殺人吧 主旅hour 居留班 魯班是沒拉了 別急 把人殺了 殺禄班 此把 撤好 撤來 撤來 消了 嬸阻 我们挂在中山上的罗大师 没事 不着急就行 不着急就行 其他队伍可能说 需要用一种火力 或者状态 亢奋来形容 这场比赛整体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 没想到北京微博 现在出现很频繁的 一个词叫尺度 对 他们上次也说了 上次这个尺度就是在于 上次他们 我们还是拿这一盘来举例子 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它的一个尺度在于什么 在于我所有的前提 都以干将poke的舒适为前提 我不会超过这个尺度 就是说白了 我如果说我这个动作 是威胁到了干将的一个poke 我是完全脱离了干将的poke 那么他就说白了 相对于干将这个poke的尺度 他就太大了 同样就像鲁班就一个道理了 那就是鲁班那个 就太不注意尺度了 对 他尺度太大了 尺度太大了 就导致说那波结崩盘了 就说白了那波在鲁班心里 只有鲁班我想慢慢的推 但你们全都在打架 是的 其实对对于RW侠来说 很明显的他们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再回看那几波团战的一些细节 我还是认为RW侠真的有很多 更好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你进到一个红区 跟中轴的那个 对方红buff的那个地方 你往右看是干将 往正面看是露娜的一个正面战场 也行 对吧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这种情况 你在之前RW的比赛 三轮比赛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我们之前看到RW的比赛 大部分都是沉默中就灭亡了 他不是说是说我浪 或者说我打得太激进死掉了 而是说我守着守着守着加死了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玄凯他再去调整队员 他鼓励对抗的同时 他没有把这个所谓的尺度 或者说因为 他可能灌输了这个尺度 但是因为RW自己的一个状态不好 处于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战绩中 他们导致就是没有自信 没有办法去拿捏那个尺度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还是说吧 就是他之前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阵容选出来 你到底该怎么打 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这把其实露娜是很好发挥的一把 因为对面是蒙田 然后蓝莲王也对他造成不了威胁 对面的阵容 然后那个露娜自己出去转一圈回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因为我的核心点在于猪八戒 那个猪八戒异星和那个鲁班纳斯 去保证那个小鲁弹 你要说这个射手我换成一个萌芽 你那样冲 我管你怎么冲 你冲就完了 但是他是个鲁班旗号 你还能让他怎么冲 对 就是你已经获取了力量 通过BP获取了力量 但你怎么限制这股力量 让他更加的精纯 能打得对方更痛 其实是RW在局内 需要好好去思考的 我觉得冲不能是一味的冲 需要有更加合理的一些部署 才能打得更好 同样巅峰峡谷 王者作家 上期大众零度L自带 超辣颜值 更有超神操作 无框车门带飞 全场节奏 悬浮式双联屏 精彩配合锁定圣局 即可登陆上期大众官网 解锁辣杆感新体验 和东鹏特影 加个能量Buff Carry全场 无人能挡 累累困了 和东鹏特影 赢了碰一下 不服 更要碰一下 Buff 拉曼 勇闯巅峰 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 就来碰 组团开黑 福利集结 招马在线 申请交行 KPL主题信用卡 组团办卡 惊喜升级 最高500元刷卡金 等你拿 集合 准备团战 其实接下来 对于阿纳匹来说 我觉得 要么就再外放一点 我觉得要么就再外放一点 就不要类似 拿鲁七鲁大众 类似的 龚孙黎各样 是 或者是孙病 就他们比较熟悉的 之前孙病工作里的那套 长期用打架转线 来取得比赛的胜利 好 比赛马上开始 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